你听的是SBS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SBS电台新闻报道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交战升级 联合国官员警告灾难会即将发生 联邦卫生部长不立华 正是切法解决医院的生理盐水供应短缺问题 中国民营星云一号火箭首次回收试验未能成功 今天是2024年9月23日 以下由胡天行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 先跟大家讲一下中东的局势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交战升级 联合国官员警告灾难会即将发生 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使协调员普拉斯-查特 在声明中表示 任何军事解决方案都不会让任何一方变得更加安全 真主党说 这是回应以色列星期五对贝鲁特的发动的空袭 这次空袭造成最少45人死亡 其中包括真主党一名最高领导人 真主党表示 他们在过去24小时瞄准军事目标 向以色列北部发射100多枚火箭等 另外以色列武装士兵特集位于被占领的 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半岛电视台分社 并关闭该分社 破坏设备 半岛电视台作出谴责 以色列政府也禁止半岛电视台 在以色列进行报道 半岛电视台拉马拉分社社长奥玛利表示 这项行为危及记者的安全 另外联合国通过了峰会成果文件 未来契约和两份附件 指在改革联合国和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 并保护未来世代 未来契约是近年来最广泛的国际协议之一 涵盖了全新的领域 以及几十年来未能达成共识的议题 协议包括首个全面的全球电子合作 和人工智能管理框架 赋予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金融机构决策中有更大的话语权 并承诺考虑对高收入正值的个人 引入全球最低税率 德国总理舒尔茨说 未来契约具有重要意义 舒尔茨说 未来契约可以提供一个方向 指向更多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而非更多冲突和分裂 未来契约引导走向一个更公正 包容和合作的世界 展示了我们对共同机构 恢复信任的决心 该协议也包括首个关于未来世代的宣言 提出了在决策中考虑未来世代的具体步骤 采取具体什么的步骤 在决策中考虑到后代 其中包括可能任命一位未来世代的特使 回来本地 联邦卫生部长不立华 正是设法解决医院的生理盐水供应短缺问题 他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 澳洲目前的情况肯定比几个月前好得多 不立华我们将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需要这些生理盐水 但是我们委派监督医疗保健系统的小组 上个星期再次开会就表示 虽然情况仍然非常稳定 但卫生当局就希望 医院是能够明智并且谨慎地使用这些生理盐水 需求增加和制造限制 导致这些生理盐水出现短缺 外界就担心医院可能会无得供应 最新数据显示 联邦政府的债务水平 在过去两年减少了近1500亿 2023至2024财政年度的最终预算结果数据 显示总债务水平将降到9069亿 比2022年选举前的预测减少了1491亿 这些数据预计将会在9月底全面公布 预计上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盈余 将会达到一成半左右 而5月联邦预算的预测就是93亿 财长查默斯说 政府债务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是比工党上任的时候低10.6个发分点 澳洲住屋关注组织Everybody's Home表示 对政府增加低收入人士的津贴表示欢迎 但就说仍然不足以令人能够负担得起租金 养老金、沉公者津贴 以及残障支援津贴等等的金额 上星期五按照指数化增加 而联邦租金援助的金额也增加了一成 不过Everybody's Home公布的最新一份报告就发现 在所有首府城市和大多数地区 依赖Santa Link福利金 或者只是获得最低工资的人士 仍然要面对严重的租金压力 SBS线台继续新闻报道 在北领地偏远的台围群岛 成为全国最高犯罪率的地方 在当地居住的近3000人受到影响 当地的原住民长老 目前正是寻求透过儿童和家庭中心的基层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该中心将会为社区里的家庭提供支援 Munty Yuri信托基金董事阿里曼基尼表示 当社区里的家庭站出来寻求协助时 立即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 他说如果大家希望及早看到这个迹象时 这是可以做到的 最重要的是当大家看到家人有问题时 就要立即解决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希望及早展开工作 来帮助这些家庭 同时Munty Yuri长老表示 该社区正是陷入贫困、暴力和毒瘾不断循环的困境中 正是影响他们原住民的安全 新州遗产厅长夏浦表示 澳洲第一个专为受家暴婦女移设的庇护中心 获列入新州文化遗产名录 开启了有关家暴问题的对话 目前全国各地有八百多间庇护中心 都有专门协助这些受害的妇女和儿童 位于达尔文尔东500公里的原住民族群 Kunibiji的巴巴拉妇女中心 正是与印度班加罗尔的一间传统 等穆克印刷工作室合作 展出由77块独立木板制成的21种独特纺织品 这些作品将在10月4日至13日 在班加罗尔国际中心展出 再听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阿拉巴马州百名汉市一个热门的夜生活区 发生大规模枪击案 最少4人死亡,17人受伤 目前仍然在追捕枪手 百名汉警察局长施蒙德表示 多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 警方认为其中一名受害者 是有人收钱向他攻击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 如果他在11月5日的大选中失败 将不会第四次竞选美国总统 并且会接受结果 现年78岁的前总统特朗普 在电视节目《Full measures》中 向主持特基森表示 他正是尽最大努力在选举中获胜 如果您不成功 他正是尽最大努力在选举中 资萨纳克当选总统 资萨纳克不像以往总统 选举中的一些竞争对手 拥有政治血统 在斯里兰卡经历了几十年来 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后 迪萨纳克承诺 会打击贪腐和促进经济复苏 中国民营深南航天公司研发的星云一号火箭 星期日在内蒙古进行首次高空垂直回收飞行试验 在着陆阶段发生异常损毁 试验任务未取得完全成功 接着是体育消息 足球方面 亚联游·艾欣在2024年的亚洲杯首轮比赛中 以6比2击败了奥克兰城 接着是财经消息 澳洲200只成份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射报 8209点升了17点 总成交139亿 其他证券市场方面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 42,063点升了38点 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报 18,258点升了245点 相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射报 2,736点升了不够1点 外汇市场方面 澳元对美元是0.6806 对港元5.3032 对人民币是4.7989 接着是澳洲今天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7度 墨叶本云层折密最高19度 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7度 帕斯阳光普照最高23度 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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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緊貼SBS電台廣東話節目的 Facebook專頁吧